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朋友 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我们网上的主要学 今天主要学我们要讲的是第六讲 《大先知书灾量的末世预言》 第23节《大先知书灾量的末世预言》第十讲 今天要看的是《大先知书灾量的末世预言》的主题 是讲到神对巴比伦的审判 《大先知书灾量的末世预言》第21-32节 《大先知书灾量的末世预言》第35到46节还有五十一章整一章 篇幅是很长的 我们在《以赛亚书》的时候 已经看到神对巴比伦的审判 而且我们在主要学当中也带大家去看巴比伦大国的口股 那些照片和地理位置 大家可以去到《以赛亚书》的末世预言里面去看 神对巴比伦的审判那一段 所以有很多内容类似 好像重复 但是我们看耶利米说到巴比伦的事情 是跟《以赛亚书》有不同的 因为耶利米是在经历巴比伦帝国来劳略他们的 而耶利米在这个期间 他就预先得到上帝给他的一个启示 讲到关于巴比伦要被毁灭的月益 他在经历要被老 但是上帝已经把巴比伦 老了在以赛亚书之后 70年之后 一直到来 马代波斯帝国兴起 把巴比伦帝国毁灭 这个将来要发生的事 就预先告诉耶利米 所以这两章的经文 也很详细地提及到重复的 说到巴比伦帝国将会如何被毁灭 而我们看回历史 果然是很准确的 按照耶利米书所说的预言 巴比伦帝国就毁灭了 而我们在底里书里也得到认识 不过我们现在在说末世预言 所以我们从以差书已经看到 巴比伦帝国如何毁灭 都是预言将来的末世巴比伦都会如何毁灭 即是说巴比伦帝国代表一个爱邦国的开始 因为《大英理书》里面 巴比伦王发过梦 金头就是指巴比伦 就是头一开始 一直到罗马 我们看到巴比伦帝国 虽然毁灭了 但是在末世的时候 有巴比伦帝国的一种复兴 当然如果你看启示录的时候 那里是指一个更广阔的 广义的巴比伦 甚至是指一个宿灵的巴比伦 甚至是指一个由魔鬼撒旦所掌权的 一种巴比伦的宗教文化 一种制度 当然这些是普世性的 不只是留在今天的伊拉克 巴比伦这个地方 这个地区 所以按照先知的预言 巴比伦被毁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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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世历代 都有很多人想 重建巴比伦的 包括何? 侯塞欣都想的 但他不会成功 伊拉克战争 他已经被杀了 所以不能恢复 所以我们看到 地上的 刻意的 巴比伦帝国 已经毁灭了 现在你只能找到 古蹟 口鼓的 是一个废墟 就应验了 先知的预言 但是 末世的时候 还有一个无形的 一个普世纪性的 一个熟灵 象征的 巴比伦帝国 巴比伦的宗教文化 或者制度 一种的复兴 最后去到 启示录的时候 讲到 整个 一个世界性的 更广义的 抽象象征的 巴比伦帝国 是毁灭了 而这个毁灭 在耶利米书和 以色列书里面 预言巴比伦 当时 他在巴比伦帝国 毁灭的同时 同样延伸到 将来的巴比伦 都会怎么被毁灭 这个就是我们 讲到 最后这一段 耶利米书 讲到 关于巴比伦的审判的时候 我们要在 开头的时候 讲解清楚 我们下面 就来看 这两章的经文 首先我们看 五十章 十一节 抢夺我铲义的牙 你们因欢喜快乐 且像喘谷 杀欢的 母牛毒 又像法师声的 撞马 你们的母 巴比伦 就极其普愧 收你们的 迫然蒙羞 它要列在诸国之末 成为 旷野 瀚地 沙漠 因夜话的 憤怒 迫无人居住 要传言荒良 凡经过巴比伦的都要受惊骇 又因他所遭的灾央 痴笑 所有拉公的 你们要在巴比伦的四围摆阵 射箭攻击他 不要爱惜 占之 因他得罪了耶和华 你们要在他四围勒行 他已经投降外国坍塌了 成场毁灭了 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事 你们要向巴比伦报仇 他怎样待人 也要怎样待他 你们要将巴比伦杀种的 和收国事拿连刀的都剪除了 他们各人因怕欺压的刀劍 必归回本族 途渡本土 我们看看要点两个 第一 巴比伦必将会荒凉 这里说 变成抗野 刊地 沙漠 而且是诸国之末 本来是最头 为首的 现在是最生气的 因为被毁灭 必无人居住 要全形荒凉 第二 神要向巴比伦报仇 这是耶和华报仇的事 为什么呢? 因为巴比伦曾拆毁了神的圣殿 所以你怎样拆毁神的圣殿 神就要怎样拆毁你的皇宫 所以这里说 他怎样拆毁人 也要怎样拆毁他 这个就是启示录十八章第六节 说到巴比伦 末世的巴比伦 都是这样说的 他怎样拆毁人 也要怎样拆毁他 是不是藏福很似 这个就是预言 按他所行的加倍报应他 报应 是报仇的事 你会向巴比伦报仇 这就是神要报仇的事 用他调走那杯 加倍调及他 这里说的是 神的报仇 因为巴比伦毁神的殿 拆毁神的殿 所以神就要拆毁巴比伦的皇宫 和拆毁巴比伦的帝国 他怎样拆毁人 也要怎样拆毁他 这个应用到启示录的时候 又怎样 他怎样拆毁人 也要怎样拆毁他 因为启示录在说 这个末世的巴比伦是杀基督徒的 毁灭教会 即教会就是神的殿 信徒就是神的殿 而末世的巴比伦是逼巴信徒 是毁灭教会 所以上帝要对末世的巴比伦 都要有极大的审判 如同神毁灭 巴比伦一样 他怎样拆毁人 也要怎样拆毁他 所以末世 启示录的时候 神也是要审判 这个迫白信徒的势力 继续 继续 攻击米拉大风之地 又攻击彼国的龟民 要追逐灭尽 照我一切所吩咐你的去行 境内有打仗和大毁灭的响声 全地的大锤 河景坑断破坏 巴比伦再列个宗河景坑梁 巴比伦啊 我为你设下网罗 你不知不过被潜住 你被沉着也被捉住 因为你与耶华真敬 耶华已经开了武库 拿出他扭刑的兵器 因为主万军之耶华 在加勒底人之地有当作的事 你们要从极远的边界来攻击他 开他的仓林 将他堆如高堆 毁灭正进 私毫不留 要杀他的一切牛毒 使他们下去遭遇杀欲 他们有和了 因为追逃他们的日子已经来到 有从巴比伦之地逃逼出来的人 在石安宣扬报告耶华 我们的神报仇 就是为他的殿报仇 在这里我们看 是巴比伦要从列国之中被毁灭 在列国中何景方良 而且在境内有打仗和大毁灭的响声 我们看在启示录18章第3节 说到巴比伦 大巴比伦末世的时候 一是说到 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走 谈到了 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 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泰国就发了财 我看到 末世的大巴比伦和列国之间都有影响 都有关系的 但是呢 在耶利米的时候 巴比伦帝国都要从列国当中被毁灭 末世的时候一样 列国虽然都是喝了巴比伦邪淫的大怒的酒 谈到了 但是巴比伦都要谈到 在列国当中被毁灭 二十九节 招集一切弓箭手雷攻击巴比伦 要在巴比伦四围安营 不要容一人逃脱 照着他所作的报应他 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 重复了 刚才说过 因为他向耶利华以斯利的成者发了狂傲 所以他的少年人必扑倒在街上 当那日一切兵丁逼默默无息 这是耶华说的 主曼君之耶华说 你这狂傲的呀 我与你反对 因为我追讨你的日子已经来到 狂傲的逼半跌扑倒 无人服起 我也逼使火在他的成一中着起来 将他四围所有的进行消灭 曼君之耶华如此说 以斯利人和犹大人一同受欺压 凡努掠他们的 都紧紧走住他们 不肯释防他们的救赎主 大有能力 曼君之耶华是他的名 他必申请他们的冤 好事全地得平安 并搞扰巴比伦的居民 好 我们这里说到 巴比伦因为狂傲而被火消灭 你自己狂傲的呀 他是狂傲的逼半跌扑倒 狂傲 骄傲 致大 被火焚烧 我必使火在他的成一中着起来 而且进行消灭 看启示录十八章六节 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 这就重复了 我们刚才也看了 第八节 所以在一天之内 他的灾央要一起来到 就是死亡悲哀饥荒 亦他又要被火消灭了 看到吗 被火消灭 所以末世的巴比伦都会被火消灭 因为审判他的主 神大有能力 地上的君王数来与他 行任一同奢华的 看见烧他的烟 就必为他哭泣哄了 烧他的烟 所以地上的巴比伦帝国 第一次的 第一个的巴比伦 盗若的巴比伦 是怎样被火焚烧 末世的巴比伦 末后的巴比伦 都是一样被火消灭的 三五节 有刀剑临到加勒底人和巴比伦的居民 并他的首领与智慧人 有刀剑临到惊夸的人 他们就成为愚昧 有刀剑临到他的勇士 他们就惊枉 有刀剑临到他的马匹车辆和其中杂俗的人民 他们迫杖虎女一样 有刀剑临到他的宝物 他就被抢夺 有关刊临到他的众水 他就迫干顾 因为这事有挑剑偶杖之地 人因偶杖而颠阔 好像诗句 有刀剑有刀剑有刀剑 就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 这里说的是 死亡将临到巴比伦的居民 首领和各族人民 刀剑的杀欲 这个死亡 追杀他们 临到巴比伦的所有不同的人 有居民 有智慧人 有惊夸的人 有勇士 有杂俗的人 有妇女 有很富有的人 第二就是 巴比伦的财宝也被抢夺 保密都没有了 都被抢夺 我们看启示录 末世的巴比伦是如何 18章19节 他们又把尘土耍在头上 哭一悲哀 看着说 哀哀哀哀哀者带成 凡有船在海中的 都因他的贞宝 成了富足 很有钱 但是现在 他在一时之间 成了方长 无论有多少财富 贞宝 负足 但一时之间 就成为方长 就没有了 39节 所以抗野的走寿和财狼 迫住在哪里 驼了也住在其中 永无人烟 世世代代没有人居住 而话说 必无人居住在哪里 也无人在其中寄居 要像我 倾福 索多玛 俄罗马 和南近的成一一样 看下有一种民 从北方而来 并有一大国 和许多军王被激动 从地极来到 他们拿工和昌 性情残忍 不思怜悯 他们的声音 海浪 他们的声音 将海浪 烹轰 巴比伦成牙 他们的骑马 都摆队伍 如想战场的人 要攻击你 我们看 这里讲到 巴比伦将会 好像 索多玛和俄摩拉 一样被大火焚烧 成为野兽的住处 这里讲到 将我 倾福 索多玛 俄摩拉 即是天火降下来 所以 末世的巴比伦 可能会遭遇 像核弹那样的爆炸 也不一定 然后 地方炸完之后 变成了野兽之住处 就是 走兽 财狼 逼住在哪里 陀了也住在其中 启示录十八章二节 他大声陷着说 巴比伦 大城 谈得了 谈得了 鬼魔的住处 获各样污蔚之灵的酬悦 并各样污蔚可憎之 雀了的酬悦 这是可以互相呼应的 然后 巴比伦将会被大国 和各国毁灭 这边说到 一国 有一国 我们知道 当时 巴比伦被马代 和波斯 马对波斯 同一个时间兴起 马对帝国 将他毁灭 和许多军王被激动 所以马对波斯 和其他军王 一起来 从地极而来 从远方而来 从北方而来 所以 到末世的巴比伦 都会将被大国 和各国 列国一起 将他毁灭 四十三节 巴比伦王听见他们的风声 首造法院 痛苦将他走着 疼痛仿佛 惨烂的苦人 仇地逼将狮子 从越旦河边的 从临上来 攻击坚固的居所 转眼之间 我要使他们逃跑 离开这地 谁梦紧选 我就派谁治理这地 谁能给我呢 谁能卡我定规日期呢 有何牧人 能在我面前暂立得住呢 你会否要听而说 攻击巴比伦所说的谋略 和他攻击加勒底人之地所定的旨意 受敌 定要将他们群众为微弱的拉去 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良 因巴比伦被取的声音地就震动 人在列邦都听见呼喊的声音 在这里说到 巴比伦的灾难如同 仿佛刹烂的妇人 仿佛刹烂的妇人 痛苦将她走着 第二 就是巴比伦被取的时候 迫发出呼喊的声音 人在列邦都会听见她的呼喊的声音 即是她被取的时候 地道震动 很大声的 有大的响声发生 启示录十八章十五节 那里末世的巴比伦毁灭的时候 谈到的时候 繁迷这些货物 借着她发料裁的客伤 因怕她的痛苦 就远远的站着哭一悲哀 远远的站着哭一哭哀 又怕她的痛苦 因为她的痛苦好像惨了一虎人一样 大家都大声哭 悲哀 呼喊 哀嚎 这就是列邦听见呼喊的声音 好了 到五十一章 我们看第一节 此时夜话如此说 我迫使毁灭的风刮起 攻击巴比伦和住在纳加米的人 我要打法外邦人来到巴比伦 拔让她 使她的地空虚 在她遭过的日子 她们要周围攻击她 拉弓的要向拉弓的和 冠格挺身的射折 不要连识她的少年人 要灭尽她的全军 她们迫在加勒底人之地 被杀祸倒 在巴比伦的街上被刺头 以色列和犹大虽然境内充满 违背以色列盛者的罪 却没有被她的神万君之夜话 雕气 这里有一个字很特别的 就是纳加米的人 住在纳加米 纳加米在什么地方呢 是找不到的 原来这句说话是一种文学上的密码 这里是叫做阿达 阿达伯斯 阿达伯斯 阿达伯斯的密码是一种文学方式 是将希伯雷文的正数字母 和倒数字母对调 将巴比伦的BBL 就写成了 好像耶利米书25章25章26章 有一个字叫做士沙克 士沙克是指巴比伦的 他将巴比伦的三个字母BBL 就变成了SHSHK 另外三个字母 Shakshak 士沙克 我们用英文 用英文字母A 和Z 就是第一个字A 最后一个字是Z 这样就对调 B就等于Y A就等于Z C就等于X 明白吗 就是这样来对调 对调之后呢 譬如说 纽约YORK Y 就等于B 所以就变成B LIP 然后我们数下去的时候 ORK 就变成BLIP 然后这个次序就是Bleep 我们说纽约的弱字 我们不用YORK 我们用BLIP BLIP 谁能看得懂这个BLIP 就指纽约 没有人知道的 这就是密码 就是把字母 调回来数 A就变成Z 这样的 所以这个 加勒底 把这个加勒底 掩饰 把这个 纳加米 变成了 加勒底 加勒底这个字 用这种字母对调 就变成了纳加米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怕直接说这个加勒底 是怕敌人听到这个名字 就觉得很危险 你说我 对不对 需要密码 那 也有些 解释 就说 立加米 是希伯来志的 这个 敌人的核心 是另外一个意思 都是指加勒底 无论是指敌人的核心 或是密码 字母对调 这个 立加米 都是指 巴比伦 里面 某一些很重要的人 不想得罪 不让他们发现 所以用暗语 这个要点就是 神是用毁灭的风 毁灭的风 毁灭的风 攻击巴比伦的首都 巴比伦最重要的人 一帮敌人的核心 敌人的核心 尼陆节 要从巴比伦奔徒 割救自己的性命 不要陷在他的罪业中 一同灭亡 因为这次耶和华报仇的时候 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 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 使天下沉醉 万国喝了他的酒 就癫狂了 巴比伦忽然 庆福毁坏 要为他哀嚎 为止他的疼痛 与香或者可以治好 首先 神呼吁百姓要从巴比伦逃出来 要从巴比伦逃出来 吟徒 启示录十八章第四节 也说到在末世巴比伦的时候 我们都要从巴比伦逃走 我又听见天上有声音说 你们要从哪城出来 免得与他一同有罪 受他所受的罪 看不看见 启示录有说到 叫八成 末后在大灾难当中的八成 犹太人 要从巴比伦 从大城里出来 第二 巴比伦用金杯中的酒 使天下沉醉 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 使天下沉醉 曼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 注意 启示录十七章 都有说到 大巴比伦 末世的巴比伦 都是有一杯酒的 第二节 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 住在地上的人 喝醉了他淫乱的酒 这个他是指大巴比伦 第四到第六节 哪女人穿着紫色和珠红色的衣服 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 手拿金杯 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 就是他淫乱之的污蔑 在他押上有名写着说 奥被追大巴比伦 作世上的淫乎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无 第六节 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 和为耶稣作见证之人的血 我看见他就带着戏 只要注意 这裏有酒 有金杯 盛着两种酒 一种酒就是淫乱的东西 淫乱之物 是污蔚的 淫乱的污蔚 第二种酒是什么 是信徒的血 信徒的血 所以 启示里面再进一步说到 巴比伦这个金杯 所盛的是什么酒 一个就是令到全天下万国都喝醉了 就是好像万国喝料做癫狂了 就是被他淫乱的酒 军王和他行淫 淫醉了 而第二种酒是什么 杀害基督徒 圣徒被杀的血 这也是说巴比伦是神的金杯 第九节 我们想医治巴比伦 他却没有自好 离开他罢 我们各人归回本国 因为他受的审判通于上天 达到穷仓 也说已经彰显我们的公义 内罢 我们可以在石安报告 也说我们神的作为 犹太人虽然想挽救巴比伦 但却失败而回归本土 犹太人都想帮巴比伦 在末世的时候 犹太人都可能想去挽救巴比伦 大城 这个无形的普世的巴比伦 国际性的巴比伦 想要救他 不要让他经济崩盘 倒塌 但是救不了 第二 因为巴比伦所遭受的灾难 是来自天上的审判 谁也不和化 无恶教 救不了 因为是神的审判 神对这个末世 这个世界已经没得救了 好 我们今天暂时看到这一说 因为今天的篇幅比较长 所以我们将巴比伦 帝国灭亡的末世预言 在五十一章 最后面还有很精彩 我们下次再和大家看 好 圆上帝尔夫比利